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首先上面我们进行这个是自带器的更换 首先拿到我们相对应的那个自带器的尺寸 好 找到两个螺丝是固定自带器的 我们进行安装 将自带器放上去 对应那个螺丝卡槽 好 再将另外一个螺丝扭在这个位置上 不用扭死 好 让它左右能摆动 轻轻的 好 将这个自带器水平安装在这个中风和运模轮的大致中间上 以水垂直的水平线对应这个线上去进行扭紧 将螺丝扭紧 将两个螺丝一起扭紧 我们用那个开口的十四的扳手 进行螺丝扭紧 好 这样就安装好了 就是垂直水平 哈喽 大家好 下面我们进行是那个自带器的一些调试的问题 先打开一个袋子 看看我们袋子现在处于什么样的情况 好 现在发现的情况是 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一个袋子的折皱 折皱问题 我们怎么调试它呢 好 下面我们对那个打折 那个进行调试 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呢 我们这个自带器下面有两个挡膜棍 把往这边轻轻掰一点点 两边一点之后我们掰 将这个袋子往两边支撑起来 对 刚刚撑一点 好 我们再把袋子打出来看一下是怎么效果 好 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袋子是没有打折的了 对 风口很平整 对 就这样调这个 都调这两边的那条 我们根据那个打出来袋子 看一下这个袋子的一些异常的调试 因为我这个中锋 现在是你看 是不重叠的 两层膜 正常的是要大致的重叠 现在现在说偏差比较大了 我们从那个袋子的那个不重叠的那个来查看 我们就从哪一条呢 因为我们这边是这边多了 好 怎么办呢 我们就把这边两个螺丝 自大气螺丝扭松 扭松 扭松 往这个方向移动 水平的移动 还要保持这个垂直度 在这个中锋和拉姆轮的中间 好 现在往这边移了 锁紧 好 我们再做一个袋子出来看一下 看一下效果 现在只要打几个袋子 三个袋子左右 看一下效果 好 看一下效果 好 现在明显的话 这个袋子比原来那个尺寸 还是好很多了 所以现在就有效果了 就往这边调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